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孤哥 你好棒哦 果然Sandy就停在花色替代前 整一犬训练也有难易度的差别 会从静态的场景 变成动态的推车场景 也是他们的考验之一 训练分等级 凌犬员忙着换场景 镜头一拉开 推车通通不见 箱子也没有堆叠 因为菜鸟Pokey今年一岁 才训练三周 第一步就要他先熟悉 环境得相对单纯 嗨 小米 找到食物不仅有零食当奖励 还要利用响板靠声音增加记忆 训练中心最近忙翻天 因为检疫犬需求大增 但训练课程三个月到一年不等 为了全面防堵非洲竹蚊入镜 提早备战 以前一天大概训练二到四只 现在增加到四到六只 但还要按个性分工作 像吃检疫犬需要闻食物 个性要比较贪吃 而气毒犬就要比较爱玩跟独立 首先要符合他爱吃爱玩 然后不怕人不怕狗不怕一些陌生环境 关关严密训练上宫前李犬员还要跟狗狗互动 激起活力还有兴奋心情 让狗狗喜欢上班精准快速揪出为竞品 三连新闻球游烧糖一辰许英景张大学 桃圆报道